华为方舟编译器开源了 show you the code 华为的开源路线图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华为在开发时间上的紧迫 方舟编译器的开源分为两部分 这一次的开源只是框架开源 华为只会放出一部分代码 而非所有代码 这被网友们细称为按揭开源 如果方舟编译器已经完成了开发 那么它完全没有必要切割成两个部分进行开源 这意味着华为在发布方舟编译器的时候 方舟编译器距离完全开发完整还有很长一段路 华为其实也没有办法保证到了12月 方舟编译器一定能够完整地放出来 从现在来看 这个时间更多只是华为相对自信的开发进度的预估时间 此前网友们对方舟编译器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 和鸿蒙、OS、类似 此前华为公开提到的 关于方舟编译器的内容都没有实质性的技术内容 以至于专业人士也没有办法去分析方舟编译器的优劣